大家好 我是海基亚洲的Tommy 上星期 美国公布了1月份CPI的数字 除了大家看到新闻标题 大多数都是写高于市场预期之外 今天 就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CPI数字所带来有什么提示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 首先讲一下 今年美国CPI 权重分布的改变 美国劳工局调整了2023年 CPI通胀权重的变化 目的合乎美国居民的消费成本结构 居住成本依然是占比最大的部分 比重 更由42.4% 上升到44.4% 近月的二手车价格放缓比较大 现在对美国居民相对没那么大影响 所以交通运较的权重比 就下跌了 这个带出了什么提示 就是未来的居住成本 就更加主导CPI今年的走势 那 1月份CPI居住成本的走势又怎样呢 如果 这幅图就显示了 1月份 CPI居住成本 按月就继续升0.7% 而上个月就升0.8% 虽然按月的变动就下跌了0.1个百分点 但整体来说 依然是呈现一个价格黏性的状况 并且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下跌的迹象 如果我们拉一条12个月的移动平均线 即是绿色的线 可以看到其实居住成本 依然是没有跌穿过这条平均线 表面上去看居住成本 依然强势 不过有一点 值得留意 就是CPI 统计居住成本 是反映美国 不同区份的平均成本 不是每个月都会有新屋租更新 所以这个居住成本 是存在一个颇大的不差 当然市场上 其实也有很多指数 去反映每个月新租金的变动 例如地产代理思路 就编制了租金指数 左手边的图 就可以看到 租金的月增长 其实已经是一年中 已经见到顶 而去到 上年年尾 更加出现负增长的状况 我们也是拉一条 12个月的移动平均线 去看趋势 虽然今年1月 指数是有反弹 但可以看到 平均线 依然 是呈现一个回落的状况 而平均线 和租金的变化 两者的差距 是更加明显 将思路和CPI的数字 再对比 即右边的幅图 更加会见到 两者首次 在1年5月起 出现一个交叉位 即是思路的月变动 跌穿了CPI的月变动 我们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进 CPI 最终都能反映到 租金回落的状况 我们讲回CPI的整体数字 年增6.4% 虽然低过 前值的6.5% 连续7个月下跌 但数字上 依然是略高于市场预期的6.2% 跌幅 就较市场预期为之慢 市场当然解读 加息周期 或尚未完结 如果我们看看 美国利率期负市场的隐含利率 即右边的表 可以看到市场预估 6月份联邦基金利率 是5.25% 至5.5% 概率 由1月份的6% 大升到2月14号 超过一半的机会 这个代表 市场上 更加多人压住 联署局 在未来三次 FOMC会议 是国家的25点字 并不是年中 就开始暂停加息 CPI的 跌幅缓慢 如果从好的方面去看 就是美国的经济 在第一季 实在太好了 再结合上星期四 公布的1月零售销售 按月升3% 越来越多数据去显示 美国的第一季的经济动力很好 其实衰退的风险 亦都减了不少 甚至 美国的经济 有望跑赢 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所以 未来美股的后市 究竟会受持续加息 还是经济没有出现衰退 所主导 现在这一刻 尚未知晓 但肯定的有一点 就是美股 甚至环球的资产市场 将会十分之波动 投资者 今年的部署 就需要更加谨慎 除了顶这个止蚀位之外 做好风险管理 分住买入 和将不同资产的相关係数 减低 也是减低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方法 好了 今个星期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